大家好 我是廷哥 今天是8月14號 禮拜一 我們來看三則科技五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我們看第一則 彭博社 他這個記者他說 Apple Watch 推出即將滿10週年 蘋果也在規劃這個時間點 對於產品線做一個徹底改造 然後預計他會在螢幕的邊框 還有表帶會有很大幅的調整 他在最新他自己的比較實時通訊 的一個Power On的節目裡面 他就說蘋果將會推出一個徹底改造的 Apple Watch 叫Apple Watch X 命名類似2017年慶祝 iPhone 10週年 叫iPhone X 就iPhone X 所以那個應該叫Apple Watch X才對 然後呢 因為呢 這也是要初代的Apple Watch 是在2014年亮相 然後並且在2015年正式推出 那這個彭博社記者就說 不確定的Apple Watch X 他呢 會不會在2024年或2025年來做一個發佈 那跟他的說法呢 他就說 這個產品呢 會開發更薄的一個外殼 然後連接錶帶不同方法 然後你也可以知道說 自Apple Watch推出以來 錶帶連接到Apple Watch的外殼方法都一樣 因此呢 那個錶帶呢 可以在不同帶呢 在Apple Watch中做一個兼容 目前呢 他說有參與開發的內部人有透露說 其實錶帶系統還佔了大量空間 所以改變這些佔量空間呢 就可以搭載更大的電池 那以及什麼其他內部一些零件 所以呢 他目前呢也正在考慮用磁力錶帶的連接系統 哎呦 蠻期待的耶 我們來看第二隻齁 iPhone 15 Pro系列 你也知道就是會用台積電生產的A17的仿生處理器嘛 那不過呢 還沒有推出來呢 A17的晶片的跑分呢 所以先曝光 不是這個假的耶 他說目前A17的單核成績呢 是叫A16提升了31% 那個印度呢 這個爆料人呢 他有上傳的那個測試分享結果 他就說 他這個是測試的iPhone 15 Pro 再把A17跟A16一樣是6核心的CPU呢 然後在GIGABENCH6呢 顯示結果 兩個的性能的核心的那個速度是相同的 都是3.7GHz 那結果顯示了A17呢 在基準的測試單核成績呢 為3269分 比A16提升了31% 多核測試呢 差距就沒有那麼大了 A17比A16呢 高出24% 但這個分數其實是蠻出色的啦 那這些跑分呢 會讓大家對於A17的防水處理器呢 會有更大的一個期待 不過這是真的還是假的還是偽造的 我們還是要等 欸 其實現在剛好 不到一個月時間耶 蘋果就要發表會了 欸 那順便宣傳一下 到時候蘋果報告會直播 一定要到我們頻道看 我跟大家講 今年獎品崩佈 而且 先訂閱我們頻道再說 真的 好 我們來看第三則 欸這個是我比較有興趣的啦 是關於iPhone SE的新一代啦 那這八道客啊 他就寫就是說 iPhone SE的新一代呢 會改用iPhone 14做一個基礎的進行改造 換上比較現代的設計 然後一口氣捨棄的Home鍵 Lightning的接孔 以及晶應鍵三大元導機的規格 鎖度支援的Face ID的臉部辨識 然後改用呢 USB-C 並且呢 預計呢 會在iPhone 15 Pro才會登場的什麼 動作按鍵 就是自訂的那個按鍵 放在什麼 放在這裡面 但是呢 他說唯一的一個缺點呢 就是 他認為是缺點啦 在iPhone SE呢 仍然會維持單組鏡頭的一個規格 而不是iPhone 14的雙鏡頭 郭大分析師就說 在iPhone SE的4 就是第四代 他呢 會配備6.1吋的OLED的螢幕 而且呢 會首次搭載了蘋果的設計的5G的晶片 搶先其他機款一部 而且不再會有高通來供貨 而是交由台積電4nm的製程來做一個打造 不過目前只支援了6GHZ以下的頻段 代表呢 無法使用毫米波的5G的網路 所以呢 網路的網速呢 還是有所受限 那很多分析其實就是說 在iPhone SE的最新一代 可能要等到2025年才會登場 你也可以知道 目前蘋果官網賣的iPhone SE的這一代 是在2022年春季發表 那目前是什麼 他是用iPhone 8幾乎一樣的設計螢幕 然後鏡頭規格 然後主要是加入了A15的晶片 還有支援5G網路 那售價其實蠻便宜的嘛 14,900 他是最便宜的iPhone的型號 所以 剛剛這5大的升級 大家會很期待iPhone X的評價版嗎 今天晚上有開箱影片 終於我們開了兩台 這個是我的上一代 三星的平板 那我們這一次呢 開箱了兩台 他們三星新發的平板 我喜不喜歡 晚上見 一星序 三星大鎖 二星有三星 阿 明星大鎖 一星大鎖 三星大鎖 一星大鎖 三星大鎖 六星大鎖 六星大鎖 四星大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